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覺得使用的程度 你自己會不會去用呢 可以打來17231發表你的意見 我們電話旁邊先找來 九龍城區議員張敬芬說這個話題 早安 張敬芬 早安 張鳳萍 你好 早安 如果看回文件 剛才說那條路線 有啟德站 有啟德體育園 都會公園站 前跑道區住宅大那邊 還有啟德郵輪碼頭 主要就是 應該看這五個站點 還有看時間的話 二、六年希望可以 招標二、七年 批出工程合約 看回政府交出來的文件 那些仔細的內容 你們怎樣去看 當然現在的走線 五個站都是 橫跨啟德的 一些重點的地標 跟我們開頭 很早期 去爭取的 稱之為九東雲巴 還不是去到九東 我想在這個 第一個階段的爭取 都是對於 啟德的居民 還有 廣泛市民 都是有一個 很好的作用來的 在啟德裏面 其實我們來 這個比較 會學的一個 啟德體育園 和已經在用的 郵輪碼頭 其實有一個 這麼重點的交通 其實對於 接下來人流的疏度 和去輕旺 我們啟德的經濟 和香港的經濟 都很有作用 因為接下來 希望去做多些 盛世化的活動 或者可能搞多些 不同的演唱會 等等 其實人流都會非常多 和旅客都會很多 出現分 你說這個 你覺得在第一階段 有一個好的作用 其實你們是否都期待 會再有第二階段 希望是怎樣的呢 當然我們都希望 繼續去 去 去 propose 給政府 爭取去到 九東的範圍 所以其實 和部門 去溝通的時候 都去 希望可以在 興建這五個站的時候 都會去 留一些 空間 能夠做到一些 分支線的延伸 比如去到 郵輪碼頭這一邊 能不能夠 有些支線 可以去到 一個 觀塘 或者去到 遊堂 除了 觀塘遊堂之外 其實我們在 啟德的重要地標裡面 其實都有些 很重要的設施 就是 兒童醫院 和香港 新急症醫院 其實那裡 都可以由 成峰到 可以預留一些支線 能不能夠 可以探討到 都可以去到 這些醫院 能夠可以 接觸到更加多的地方 如果真的要 預留空間 給將來可能 有這些支線的話 在技術上面 或者起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 要留意的 已經 其實在文件裡面 他們都有說到的 就是 在2024年 年中已經會有個顧問 而 開始就會去 在2024年 就會收一些 廣泛的 承辦商的 意向書 然後 去到 做一些 招標的程序 其實在招標裡面 可以在 承辦商 也是 除了去 做假 做的方式 不論是 用雲巴 像鬼 只是拍出公交 其實當中 都可以 跟他們說 就是 在技術上 要留一些支線 往後 去做一些空間的延伸 往後 可以看看 會不會能夠去到 九東 就是觀塘 不是油糖 其實 如果看回這份文件 就是 政府交給 九龍城區議會 這份文件 他都特別說到 就說 政府曾經是考慮 將這個系統 連接到九龍東 不過 九龍東 部分以發展地區 興建有關系統 在技術上 受限制 因為說 比倫那個 籌密的發展 還有 建造 運作成本 都十分高昂 並不是可持續 和可取的選項 即是已經這樣說 其實將來 還要再 可以延伸到的 這個期望 實現的可能性 有多高呢 當然 即是說期望 絕對是 我們 一早都去 希望可以去到 九龍東 而這個也是 港版市民 或特別是 啟德居民 的一種期望 是的 因為現在的走線 雖然是 已經是 橫跨了啟德 但是 始終 都不是一個 最方便的 出行的做法 是的 如果能夠去到 觀塘的地方的時候 其實這個走線 才能夠更加 好用 是的 所以 能夠有支線 可以往後延伸 希望可以留一個空間 往後可以繼續去 去討論 繼續去 延伸這條線 這樣 接下來你們會在 例如區議會 星期四就會去討論 你們會在會上 怎樣去繼續 去爭取 剛才你說的 這個部分 其實 當然 走線 是好的 都 跟其他議員 都有去 溝通 其實大家都 希望可以盡快 去 能夠 看到這條路線的 面世 所以 在 這個 二六年裏面 去做招標 二七年做工程合約 其實怎樣能夠 去將 這個招標的程序 可以盡 能不能夠盡快 加快 但是希望都可以 在會議上面 都可以跟 處方 或局方去表達 能夠在這個 招標的程序 可能在 做一個 環評的時候 或者做一些 他們確定的 程序 或研究報告的時候 能夠可以在 好於 二六年 盡快去推薦 是的 因為現在 其實他們都沒有去 很非常 即已經有落實 究竟是用 雲巴試軌 還是派出公交的 系統 亦都要等回 承辦商他們的 翻譯意向書 和照標 所以都希望 可以在 承辦商裏面 可以選擇一個 最適合 看得的做法 而令到 這個 路線 可以盡快 可以興建 這個可能 我們是第一步 希望可以 幫居民 和幫公眾 可以盡快 爭取到的時間表 希望可以有一個時間 確實 那個面世的時間 而往後 也都希望 就是能夠在 多方面的途徑 不論議會內外 都可以 繼續去推展 就是能不能夠 將這個 往後 將來能夠延伸 去到九冬 你說到的技術 現在在文件裏面 就是說 是一個 啟德綠色字 集體運輸 會用一個 高價的模式 來去運行 如果用得高價模式的話 其實有機會 哪一個系統 之前討論過很多 無論是單軌 或者雲巴 剛才說過 或者用ART BRT 這些 其實哪一個比較大機會 可能用得上 其實我相信 在初步的了解 或者之前我們的研究裏面 當然我們是最建議 希望看到的 會是雲巴 我們都有去到 國內去做一些交流 其實看到雲巴 其實他們都非常之希望 可以在香港裏面去興建 雲巴其實 它的載客量 其實是說 每一個單的車廂 容量是70人 如果以四至八卡為例 其實每個小時 每一個小時 可以載客到 八千至萬二人 其實在往後 之前我們都 經常提及 就是很擔心 這個體育員 人流多的時候 究竟怎樣去疏渡 或者將來 郵輪馬頭 繼續很多旅客 現在當然也很多的時候 會不會 能夠有一個很新式的 集體運輸的系統 可以去疏渡 其實雲巴是一個 挺好的選擇 但是當然 暫時是 未決定好 政府應該是 未有一個承辦商的意向書 所以他們都不知道究竟 會是雲巴 自軌 和公交 但是他們都非常了解 究竟這三個 各個的 好處 對於區裏面的好處 或者建築上面的好處 是怎樣 他們都應該是 接下來會有很多的 多些資料去提供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在我們 在地面上面 在站 究竟站的位置 在哪裡 或者有預留了 有多少空間 可以適合做 每一個站的站頭 或者是站尾 或者是他們那個 空間上面的建築等等 這個是往後 承辦商的挑戰 或者是他們 會去 overcome 一個建築的方式 這樣 我見到 講到那個 興建的時間方面 今天見到 鐵路人員協會 他們都有個估計 就是說 你二六年才招標 二七年批的合約 其實真的再要去做的話 可能都要多四五年的時間 那麼計一計 就是可能去到 三一三二年 才正式是有這個 的運輸系統 你覺得這個時間 理不理想 還有如果 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夠興建的時間 又是否我們選 哪種技術的一個考慮呢 當然 在這個 綠色集體運輸的系統 裡面其實都爭取 各方都爭取了很多年 所謂遲到 好過沒有到 但是當然 在現在 見到政府 做這個系統的決心 所以 我們都覺得 有的 是有一個時間表 絕對是一件 好事來的 但是怎麼能夠可以 在當中的程序裡面 逐步去提早 或者進步 加快當中的程序呢 那希望這個 在議會上面 都可以問到處方 各方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去加快這個程序 而你就可能說 接下來這個時間 是不是合適 其實就真的 要看回 接下來那個 承辦商 他們每一個 做法 究竟他用的 工期多久啊 或者他的造價是多少 但是以我們所知 可能是 這幾個做法 可能在 做的時候 那個時間 其實都幾 是差不多的 或者可能 造價都是差不多 其實他們做這些鐵路的一些工程 這些基建的時候 其實他們那個時間 其實他們會很 都在著緊 儘快去員工 其實是 每一個做法都是 所以都希望 儘快就有那個 照標的時候 可以看到 不同的承辦商 他們報出來的時間 好 多謝 張景芬 他們已經到這裡了 張景芬就是九龍城區議員 在跟下一位嘉賓談之前 要提提大家的港鐵消息 由於何文田站附近有信號故障 觀塘線列車駛經何文田站至黃埔站路段時 需要慢駛 觀塘線來往黃埔站及調景嶺站的行車時間 預計需要額外10至15分鐘 至於觀塘線由黃埔站至調景嶺站 維持6分鐘一半 而由麻地站至調景嶺站維持3分鐘一半 荃灣線及港島線列車服務 預計是每3分鐘一班車 請各位乘客為行程預留充裕的時間 我們說行程 繼續說回啟德這個集體運輸系統 請來有文建聯立法會議員顏文宇 早晨 顏文宇 早晨 周光平 早晨 各位聽眾觀眾 先問一下 在九龍東那方面 沒有一個延善過去 我今天見有報紙問了一些居民 他們形容 如果只留在啟德那裏 又不可以延善出去其他地方 就形容是很浪費了 你同不同意嗎 我不同意 第一 其實這個啟德系統都講了差不多20年了 而且這次的路線有5個站 都是串通了一些會有突如其來人流的一些景點 包括郵輪碼頭 都有圓等等 他們接駁去啟德站的一個重鐵系統 我覺得對於啟德過去 我經常都說 好像市區孤島的局限 或現象 是有一個突破性的打破 所以我覺得這個系統是比現在沒有一定是好的 當然它可以如果連接去九龍東的話 可以提升啟德連接系統它本身的效率 這一個我希望政府都注意到 在下一階段再做研究的時候 可以處理連接九龍東的一個情況 其實就是說下一階段要去做一個研究 預計可能要幾多年之後才會做到 你剛才都數過了 如果說完成啟德這一段 可能要去到31、32年的話 再去研究的時候 你覺得會不會太遲呢 會不會配合不到整個東九的發展 我覺得這樣 現在就啟德有一個連接系統 東九有一個高山線的連接系統 我覺得這兩個系統 在27年完成了那個顧問報告 勤探報告和招標之後 下一階段怎樣做兩個系統 可以駁在一起就應該要截愛 所以我覺得不需要等它起好 203幾年之後我們才去研究一下 我希望在2026、27 現在出來的指標結果之後 就做這個研究 另外剛才說 譬如真是啟德這一段的興建時間 如果真是啟用的話 要去到31、32年的話 你又怎樣看這個時間 我希望不會 當然我不是承判商 我也不知道 是 特質在香港疫情 如果以我們在內地去看 無論是雲花、智軌 或者快速公交 其實內地在說一年的時間 但是啟德相對東九龍的走線 或者它的暫點設計 或者含淡的都是相對比較簡單的 我相信那個公期應該會短一些 我希望可以越化越好 當然 有什麼方法做到呢 因為其實是 第一就是啟德這五個站 政府已經是有齊 它那個站點的佈局 土地也都預留了 也都不需要怎樣大橋整 周邊的一些規劃設計 因為原本啟德的規劃設計 已經有這五個站了 第二就是 它也是一個成熟的道路 所以只要去起那個高架 然後放一輛車下去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我相信 不需要用一個 這麼長的時間去做 我自己估計可能兩至三年 應該可以 即27年批出了之後 就兩至三年 就再完成 是啊 我估計應該這麼少 因為如果內地起第一年 當然香港一些法規 程序可能會長一些 但是應該不會去到 203幾年這麼久 因為啟德商就是比較簡單 不過如果看官符 只是講這一段 剛才都說 其中的關注就是 有些居民 就不用好像整天住在孤島 但是如果再看得宏觀一點 譬如說整個啟德那裡的發展 只是靠這個集體運輸系統 夠不夠來支援 將來如果你要再做多些 在那裡搞的城市 譬如不同的演唱會 或者一些體育的活動等等 那其實可不可以真的 能夠做到疏度人流的作用呢 你覺得 如果用體育園來說 體育園主要的交通疏度 就會是這個集體運輸系統 應該就是啟德站的 就是港鐵 說的是郵輪碼頭 郵輪碼頭 大家想想 今時今日都是用這個 小巴巴士去做接駁 每一次都搞不定的 但是如果去到有這個集體運輸系統 我們有一個幾百人的空間 去接載乘客去疏度的話 你就可以比較大幅度的 將郵輪下船的旅客可以疏度出 但是如果你說怎麼可以激活整個的啟德區 我覺得是有一個必須要處理的問題 就是怎麼可以接駁它 九月中 因為如果現在是比較單行 在郵輪碼頭 你就一定去啟德站 如果是能夠去處理的話 去到油堂 查火靚 搬塘的話 你就可以把啟德的居民 和旅客接駁去油堂 然後轉去廣島的東面 如果現在你想想 如果在郵輪碼頭要去得如沖 他就先要去啟德站 再下金鐘 再踏回廣島才去得如沖 如果你怎麼走的話 用我們的方案 你就是啟德 就是油堂碼頭 就過跨海 你接著就查那兩站 就是油堂站 那下一個站就是得如沖 所以在那個效率 和整個揭露規劃 那個概念上面 一定是便利很多 譬如真的 若然要想到下一個階段 要去接駁去九龍東的話 那在那個技術的選取上面 會不會多了一些限制 我不覺得是做不到的 第一 現在政府已經在做另一個研究 是將啟德油堂碼頭去花海橋 駁去觀塘 因為花海橋已經定了 可以行人和單車 我知道政府研究的 可以行車 只要可以行車 就一定可以行到自軌 雲巴 快速公交 所以技術上 一定可以做到跨海 跨過海之後 你走柴德油堂 基本上現在都是政府的土地 是我們T2幹線的工地地盤 好理解 多謝你 多謝艾文宇 你和人聊到這裡 他們是大家何文田站附近的信號 顧長已經復收官塘線的列車服務 逐步回復正常 全灣和港島線都回復正常 逐步 回到千禧年代的時間 剛剛那節和大家說到啟德的集體運輸系統 看到政府交上去九龍城區議會的文件 接下來的建議會集中在啟德那裏做 啟德站往來是郵輪碼頭 不會像之前很多議員建議是否可以伸延到九龍東 大家怎麼看呢 可以打理187231 這一節和大家說一下熊煙方面的話題 其實見到在上個月的財政預算案 就加了煙稅 衛生署的熊煙酒辦 就說加稅之後的第一個禮拜 戒煙熱線接獲的來電 就比三個月之前 每個禮拜平均的來電 增加了大約3.8倍 大家怎麼看呢 因為其實那個煙稅來說 去看預算案 每支煙加煙稅就是8毫 如果一包20支的話 買一包煙就給多16元 現在一包應該都差不多近100元一包 大家會不會都令到可能 你自己或者身邊的朋友 真的有吃開煙的 因為加稅都好像熊煙酒辦這樣說 可能那個戒煙的意欲都會提高呢 如果真的的話有什麼方法呢 我們今天請來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 陳凱欣跟我們聊 各位聽眾觀眾有什麼意見 都可以帶你17231 早安 陳凱欣 早安 張鳳萍 早安 各位聽眾觀眾 怎麼看呢 在加稅之後 就是控煙酒辦說 那個真的打電話去找戒煙熱線的市民 好像多了很多 你覺得是不是叫做一個有效方法還是怎樣 其實這個數字我覺得正常會像在加煙稅之後 都有這樣的上升 就是打電話去查詢戒煙 因為我想不少醫民都會覺得是肉痛的 因為都接近是100元一包 所以去查詢戒煙 有什麼方法戒煙 譬如是否中醫 針灸 或者沒有些香口膠等等 就是都想了解多些戒煙 我想這個都挺正常的 還有過去的趨勢都是 就是以往加煙碎之後 詢問戒煙的熱線電話數目上升 但反而我更加覺得要留意就是 詢問完之後 究竟有死多少是成功戒煙 有多少呢 其實的煙民會習慣了那個家福 慢慢都覺得我都是要吃花了 因為你想想我們其實都是有一定數量的煙民的百分比 其實過去幾年你說我們都控煙 那個數目都是控制得到挺穩定 但你說有沒有因為這樣而大幅少了煙民呢 那個情況又不是這樣的 所以我覺得多了人打電話查詢 是一個好的標記出來 但是這幫人裏面我們應該真的要密切最終 為什麼最後他沒有戒煙 或者最後怎樣成功戒煙 那這些其實是可以解說多一點點的 但我自己就會覺得 大家都會有一個問題 現在都整百元了加煙稅 我其實覺得政府應該要有一個比較全面一點的控煙政策 給全港市民看到 不要只是好像說加價加稅 就是我們最有效的方法 我覺得應該要全面一點去做 是會較為理想 其實我想很多時候我們講 要去解脫一波引的話 都有很多pull and push的factor 剛才說的其中一個是令到大家要遠離的吸煙的話 可能就是那個價錢加到很高 這樣東西其實都很多人救病 其實在那個執法上面 是怎樣處理一些走私煙呢 譬如好像孔煙酒辦 他們最新都說在屋邨那裡 就有跟警方和房署有些聯合的巡查宣傳 也都真的拘捕接獲了一個 就是派那些俗稱點心子的男生 其實你覺得在這一方面 其中一個譬如說打擊一些走私煙 這一方面政府的力度做成怎樣呢 其實有兩個演繹的 我們大家都會看到說加煙稅 因為政府現在那個原因都是說 因為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 就是煙草產品那些有關的稅額 是應該佔零售價不低於75% 所以他們就傾向繼續加下去 你都聽到有不少市民都說 其實真的那個私煙的情況都很嚴重 你問我在地區服務 我都感覺到 私煙的情況都很嚴重的 而且當日一公佈說那個煙加稅的時候 網上已經有人公然宣傳是買私煙的 而打擊私煙的數量是有上升 不過當局的演繹就是說 有上升就證明我們打擊私煙就是有力打了 所以就看到一個私煙的數字上升 但我想有一個現實大家是要面對的 就是我們加煙稅的時候 都一定會有一些人 是會看到這個有機可乘 是可以買一些便宜的私煙去逃離的 這個是現實來的 所以我覺得政府告訴我們 他加煙水的時候 其實都可以大力告訴我們 他加了多少資源去做私煙的打擊 而這個資源是不是值得呢 譬如說 是不是真的加價 私煙的數目上升 還是你們真的打擊力到私煙去上升呢 我覺得除了私煙的情況之外 我剛才說的一個全港控煙政策 是一定要很全面的 我最關注的就是 我們大家都希望我們下一代 小一點去吸煙的 其實我們有沒有除了加煙水之外 你加煙令到年輕人覺得肉痛 不買煙之外 有沒有一些是防止下一代的 目標群組的行動你有做呢 我舉例很簡單的 譬如我在地區服務 真的有一些的爸爸 可能是長期煙民 你加到百多元 他都照吃的了 我總之有辦法去吸煙 他不介的 有沒有做一些調查 他的小朋友 或者會不會特別針對他的小朋友 去追蹤這個家庭 或者協助這個家庭 因為其實不是每個家庭都需要 一個這麼強烈的戒煙的輔導 但是有一些上一代的 或者哥哥姐姐有吸煙習慣的 我們有沒有做過一些這麼基本的 我覺得這個是最基本的 因為這個是他們將來吸煙的機會是會加的 另一樣 譬如你加煙水 好了 另一樣 有沒有其他的罰款 你會覺得是需要令到他們覺得 有一點點肉痛舉例 其實很多人都投訴一些火車頭吸煙 一邊走一邊吸煙 又或者在一些尷尬位 是禁煙和非禁煙區的地方 天橋位 或者一路天天橋位等等 我有沒有加重到執法的刑罰 或者有沒有加重那個巡查 或者一些禁煙的行動 我去一些工廠大廈 有時候在那些後樓梯都聞到很大陣的煙味 那譬如控煙手辦 有沒有加個人手 譬如打完電話 很久都沒有人去抓這些吸煙的 違法吸煙的 那這些行動 其實所有事情都要全面的 現在我覺得 大家有個外界的感覺 就是好像只是加煙水 我有留意到政府 其實接下來陸續都會有其他的方法 但是我覺得推出的時候 最好就一起去講 那就會比較全面一點 而且現在已經預告了 現在已經預告了 繼續會加稅 你想一想 我都不是很想這樣說 但是你想一想 你是依民你會怎樣 如果你不先的話 你自然就會自己會積存 我也會擔心這件事 這件事是一個好不好的訊息 我知道大家當局都很努力去看 令到吸煙人數減少 但是我想全盤政策 最好一次過跟大家說 我想這樣會感覺全面一點 我們說很多 比如說怎樣去懲罰 加強那個執法 這方面 但是怎樣可以鼓勵到大家 真的去戒煙呢 這裏你又覺得做成怎樣 比如看控煙酒辦 就說今年會針對女性和長者 做多些宣傳 還有就是因應女士和長者 比較傾向用中醫針灸去戒煙 那他們都會做多些 跟那些刑板商做多些溝通 其實你覺得這些是否針對性 做得對嗎 或者有些事情要做多些呢 其實我覺得吸煙有很多朋友 都有自己個人的原因 大家其實都知道吸煙對身體不健康 大家想看煙包都已經嚇到大家 為什麼還去繼續吸煙呢 個別的煙紋一定有他們自己的個人原因 所以我覺得 我們剛才所說的 譬如中醫戒煙 針灸戒煙 或者其他的戒煙方法 其實未必是個個都對的 我自己有時候覺得 真的要為醫民打造一個 自己比較個人戒煙的方法 但是這個是有難度的 因為我們的醫療資源的確是很有限 而且我們還有很多的疾病 需要我們去治理 所以你看到政府做的宣傳 多數都是比較大型的 譬如說中醫 有新的中醫藥戒煙 有新的針灸戒煙 它是大型的方法去吸引人們去戒煙 但可能個別有些 譬如你說女士 為什麼年輕的女士 不怕樣子不漂亮 不怕自己會有嚴重的 可能日後有癌症的機會 她都吸煙的 其實她會不會根本上不是 吸煙不是一個她最重要的 而是可能她有其他情緒病 或者她有其他的精神的壓力 其實可能你提供中醫給她戒煙 是沒有用的 反而你提供一個情緒輔導是有用的 所以這一個就真是 所以我為什麼說要有一個 比較全面的控煙的政策呢 就是我們究竟現在現有的資源 可不可以真的逐個移民去討論 如果可能比較難的資源又比較難 我們會不會 我看到吸煙院健康委員會 他們都做了很多工夫的 所以我想可能這一方面 是要透過我們社區的力量 譬如我們NGO 又或者我們現在我們的社區 我們的小區 小區的人與人之間 譬如可能 我不是覺得每樣都要關愛隊做 我只不過是覺得 有些熱線電話可以給他們 你留意到某個家庭是吸煙的高危 譬如我剛才說的 父母是吸煙者 或者可能單親的家庭 那個女士很大壓力是吸煙者 會不會都可能可以幫忙 有些熱線電話 讓大家有這個留意 有些什麼可以幫到他們 未必是純介煙服務 而是有其他的精神支援 醫療支援 那會不會相對好些呢 不過這個織網的方法 需要一些時間 其實你見到有沒有譬如 現在可能在社區裏面 有些有機發酵類似的事情 譬如非政府組織 或者輪社之間 有類似的做法在做的 其實輪社互助 我覺得非常重要 因為大家都見到 可能會比政府 某些宣傳更加互導 因為我了解這個家庭 可能單親家庭 了解這個爸爸 可能是長期吸煙的 我覺得在我們地區 我們有做這些關愛的工作 只不過關愛工作之後 我們怎樣實質提供一個專業 即一個嫁煙服務給他 和一個可能情緒輔導給他 等等 這個中間那個折迫涵 我覺得可能是未夠足夠的 因為我們譬如鄰尾這樣 可能我們看到旁邊的爸爸 不斷吃煙 但是我去找誰去說呢 去找社工去說 我去找個醫生去說 我怎樣去抓他去嫁煙或者見醫生 這個好像是不知道的 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 他旁邊經常吃煙 我一個露台又聞到樓下吃煙 這樣可以怎樣做呢 其實我覺得 紅煙酒辦我們經常都有些投訴 我們有那些叫做什麼 如果是一些違法的地方吸煙 我們就有一些熱線電話 報告給紅煙酒辦 他們去採取法律的行動去抓人 其實除了去檢控他們 去抓他們違法 我們還有沒有一些的輔導熱線 是可以給我們這一類的朋友 是可以幫助他們 我想這個可以 政府和NGO 我們可以擴大這一方面的服務 那就會 因為我覺得現在吸煙的成本已經很高了 一包煙剛才也說 很貴的 健康付出又很高的 其實我想煙民都想戒 但是為什麼他不戒呢 即是說他那些吸煙年齡 比較長 吸煙靈的時間比較長 都挺堅實的煙民 你要他們一時三刻去戒 不是那麼容易的 所以都是一個長期的跟進 和輔導給他們 才可能有機會有望去減低 同時就是 煙靈比較長的煙民 就比較難戒 但是我覺得這個重點 真的要防下一代 譬如我們都有說的 有些其他國家和城市都說 會不會定某個年齡之後 不能吸煙啊 譬如這些方向 究竟我們會不會都 香港會考慮呢 我覺得大家應該公開 這麼說 一定一起去討論 原來大家都覺得 政府付出很多 我們醫院裏 可能有不少癌症的病人 可能是因為煙引起的 你覺得這件事真是很重要的 那是否可能某個年紀之後 我們就不吸煙 可以有個無煙的香港呢 我覺得應該公開大家去討論多些 好 多謝陳凱欣和我們聊到這裡 陳凱欣就是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主席 剛才跟她說到 加了煙碎之後 在上個月 立法會議員 邵家輝 早安 早安 我們要去接 這是一個大原則 這是一個共識 至於說 政府現在又要再加大煙碎 是否一個意料中時呢 政府有個指標 希望可以去到7.8%的級別率 現在九點幾 那如果他的目的 是希望去減低 而用所有的手段的話 尤其是在加煙碎這一方面的話 那當然你的煙碎 就加到某一個的點 高到人家不能夠負擔的 那自然會去到 剛才說到他的目標 但是其實我相信 如果一些煙民的話 他們是知道了 吃煙本身對他的身體不好 而他個人的選擇的話 那我覺得其實我們不要妖魔化 他應該其實 給他自己有選擇權的 那純粹是因為 價錢這一方面 去令到一些人士 如果你是富人的話 你可以有得吃 你是基層的 你沒有錢的其實你沒有選擇 那我覺得其實這個方向 未必是一個好的方向 做好的宣傳 正如我剛才開始說 少些人吃煙 大家都希望是這樣做的 但是如果純粹是一個 有錢有得吃 沒有錢沒有得吃 而不是用一個 教育宣傳方式的話 其實我並不是很大的 控宣傳方式 控宣傳方式 他就給我 給大家一個數目出來 就說真的加了之後 多了差不多四倍的人 打電話來想戒煙 打電話來戒煙熱線 其實這個好像聽下去 就這樣聽的話 好像有些用 是不是 戒煙 打電話來戒煙 還有到最後他真的走來戒煙 還有到最後他真的成功戒煙 我想那個機率數其實都不同的 而在過去 大家留意一下那個稅收 其實在去年其實加過一次煙稅 大家留意到 政府本身打算加上煙稅 稅房關於煙的收入有95億 但是在海關的數字 看到頭那九個月 其實只有41億多 而那個數額很明顯 其實是跟他們的預期低很多 今年現在加了煙稅 政府現在在來 應該由95億的話 會再高一些 但是其實不是會反過來 是反過來 是反過來到85億而已 加了煙稅之後 為什麼其實那個壓度 反而還會低了呢 其實外面坊間有些人說 就是私煙在外面現在其實是氾濫的 或者白排煙 如果我們看看數字 在2021年去到剛剛2、3年 該四年的海關 去緝那些私煙的話 是多了四倍的 由5億多支的話 去到22億多支 那22億多支的話 應該要交稅 其實那裡已經是15億了 要交的 如果你是私煙 固然其實它是不需要付淺稅 我剛才說這個私煙 還沒有人說 是計算一個白排煙 那些市民其實不是很明顯 有人經常說什麼叫白排煙 就是私煙顧名私義的話 抓到它的話 其實那些人都沒有原稅 就可以抓了 但是有些白排煙 就是現在在很多地方 那些坊間那些地方 其實現在正在賣的 那些煙是給那些煙稅 我說的是上一年 就是剛剛交了大約50多元 要給50元煙稅的情況之下 那些白排煙在市面賣 它只是賣30、40元而已 那大家可以想一下 你政府一包煙 其實它都要收50元 為什麼那包煙可以賣30多元呢 就是說如果它不會賣一包給你 它只是煙稅 它都要虧10多元 還沒有人計 各方面那些人要責任 那這個情況 我說在外面的市面 都是越來越厲害 我想其實近來 在一些周刊或者報紙 其實做了一些報告 可以看到一個氾濫情況 那些人就要去賣 如果政府是希望用加煙 做的目的 減低一些人去吃煙 但是如果剛才說 一些氏煙的數量 是增幅了這麼多 那些白排煙在外面去賣的話 都是越來越多 那就等於吸煙的人 其實可能它只不過是 轉了另外一個模式 就是我不交水給政府 而走去另外一個途徑 其實它繼續去吃煙 而對它的健康當然其實 是沒有幫助 甚至乎那些屍煙 可能那些物質裡面 可能是更加危險的物質 去令到那些人的傷害更加大 而對於政府的負荷 我說呢 你都看到不是他們 之前所想想像中 可以收到那麼多 那其實如果加強的執法 或者打擊巡查 它是不是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呢 我覺得其實 控煙辦 大家看見 政府每一年投放幾千 給控煙辦 那些人去宣傳一些屍煙的話 絕大部分 你看到其實他們都在屋邨那裡做的 他們很少在私人屋裡 買在隔壁派 因為這些其實要抓的 控煙辦是職責來的 但是據報導說 在過去三年 控煙辦在屋邨那裡 抓到的人 只有十年過 就是每年只有抓到四個 你想想其實 控煙辦有做過什麼呢 如果那些屋邨 其實要派一些傳單 它不可能一分鐘就派到的 它一定要需要很長的時間 它為什麼不跟一些有關的房屋署 或者某些人士說 做一個聯繫網 不只可以加速它 讓它們不可以去做一個這樣的宣傳 而去令到那個銷售網絡去減低呢 這個也是我覺得 其實控煙辦 過去的工作的話 是失敗的 有些甚至乎在網上 你看到 現在其實在網上 又說到明買先 他們去打擊 那些網的時間 我看到其實都是不夠迅速的 這些也是其中的失敗的原因 第二就是說 現在說的那些白牌 是每個人都在賣 現在你走過去都在賣 那為什麼每個人都在賣 是比稅還要低的 為什麼打擊不了呢 這句也可以說 因為有些人 就是說那些白牌煙 其實他有一部分是打了稅的 當你去捉他的時候 他就說其實我這些打了稅 但是其實他打了稅 可能他一萬包打了稅 另外那些有幾萬包 其實沒有打了稅 有些人就覺得是這樣的情況 好 多謝邵家輝 時間關係和你先談到這裡 邵家輝就是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 大家對於加煙稅 希望可以令到大家解煙 有什麼想法 可以打來一百七二二三夜和你說一下